再次来到泰山还是很开心的感觉 正好是春暖化开 于是选择坐缆车上山 所以来到田外村买票 从田外村过去的话 是先坐七间车 然后的话再转锁道 一路上的风景还不错 尽管是春天 但水流溪水还不是很多 但还是会有风景看 冲发车开的还是蛮久的 沿山公路 有很多风景看 还是可以看到 里面不断的泰山 很快就来到了坐缆车的地方 导缆车 选择买缆车票上山 周边有很多卖泰山石工艺品的小店 坐缆车上山大概是十分钟左右 从空中望泰山的其他的山头 感觉还是不错的 今晚天气有点干燥 但基本上可以适应 正好一个人坐在一辆缆车里面 因为已经是下午了 所以返程的人比较多 上上人蛮少的 正好错过比较繁杂的高峰期 很快就到了南天门 需要走一段才能到山顶 但路上的风景还是很不错 人不太多 因为不是节假日 很多重要的建筑物和景点 都在泰山之巅 包括娘娘送子庙 南天门附近 有很多小店 也有一些吃炸鸡的地方 卖泰山石工艺品到处都可见 山上这时候的天气有点凉了 但游人的游性不减 上面有一个道教的寺庙 是历史比较永久的 这些都是历代君王的提笔 包括秦朝的皇帝 乾隆也有在上面提字 孔子庙 也在山顶上 还有很多碑文可以看 其实泰山是一个蛮有历史感的一个地方 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历史的痕迹 很耐人寻味 很值得来 泰山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个皇帝来这里封过禅 这些碑文基本上都是历代的皇帝所写 新国贤宁前礼前润物 这是乾隆的末宝 其实很多字都写得很好看 也很有文采 其实泰山的碑文是一个很值得慢慢品的 一个旅游项目 这伙的山上有点凉了 很多人都准备租军大鱼 在上面过夜看夕阳西夏 然后过夜第二天看日出 一黄顶是泰山的至高点 记得很多年前我来这里有拍过照 现在过去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上面的空气很不错 很清新但同时也很凉 压五四五米泰山极顶 这座碑很多人喜欢来这里打卡 这上面本身也有个泰山气象站 正好赶上关门的最后一刻 基本上该看的重点的都看了 也没有什么遗憾 其实泰山给人家感觉就是一个很稳当的石头山 其实爬泰山的人还是很多的 很多人很喜欢经常去泰山 爬山 看日出 然后再回家 大概是一个周末的样子 这时候反潮的人已经慢慢的坐缆车下山了 因为缆车的话 当时是五点半收的 基本上很多人都会橄榄车下山 在坐区间车 泰山的夕阳夕下还不错吧 挺美的 日出也很美 喜欢记得点赞收藏转发哦 谢谢